推车碾师傅道立见佛祖隐风禅师悟道音源 唐朝的五台山隐风禅师 福建少五人 俗姓邓 识人称为邓隐风禅师 隐风幼年时顽劣异常 不听父母管教 曾用弓箭射杀一只小猿猴 猿猴硬箭坠到地上命断气绝 母猿箭道后悲声提叫不已 不一会儿随之从树上落地而死 她还恶作剧式地剖开母猿肚子 却见其肝肠寸寸断裂 才醒觉自己罪业深重 于是决定悔过自心 慈亲出家 父母早就拿她没办法 也只好任凭她出家 出家后 她最初是到江西马祖道一门下 但她在马祖坐下参学多年 一直没有能够开悟见到 于是决心向马祖大师辞别告假 马祖大师问她 你要去哪里 隐风回答 到湖南石头西迁大师那里去 马祖大师嘱咐她道 当心石头露滑 隐风回答马祖说 甘木随身 逢场作戏 禅师踩到石头大师处 急绕禅床一扎 震了震手上膝杖 大声地问道 是何宗旨 石头大师仰天探约 苍天 苍天 隐风禅师不知所以 一时雨色 大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没多久又回到马祖大师坐下 举此事说给马祖大师听 大师教她 你现在再回去那里 若见石头大师说 苍天时 你便向他虚两声 于是邓隐风禅师再度出发 前往湖南石头大师处 一道马上依钱翻锁问 大声地说 是何宗旨 没想到石头大师却向他虚 虚二声 邓隐风禅师不禁枉然 只好再回到江西马祖大师 住西处 向大师说明经过 马祖大师对他说 早跟你说了 石头路滑嘛 邓隐风禅师经过这两次挫败 决定不再四处乱跑 一心待在马祖门下 用心参究 后来有一天 终于在马祖的一眼点拨之下 豁然有省 悟到后 邓隐风禅师又一次前往南岳 餐礼石头禅师 一见石头禅师 邓隐风禅师便问 如何修行才能符合道法 石头禅师道 我的修行亦不符合道法 邓隐风不解其意 继续追问道 到底要怎么弄 石头禅师道 你被这个事情障碍有多久了 邓隐风仍然不懂石头的意志 只得站立一旁 漠然无言 看来他虽然已经有所醒悟 但还不彻底 这次又被石头禅师 把住了尾巴 于是邓隐风禅师 决定留在石头禅师身边 继续参请 一天 石头大师与大众一起出坡劳动 隐风见石头大师禅草 便跟在左侧和掌插手而立 石头大师手拿铲子 在铲尸面前铲了一株草 隐风见状说道 和尚只铲的这个 铲不得那个 石头大师急提起了铲子 隐风马上接过铲子 举手便坐视铲草 石头大师开口道 你只铲的那个 不懂铲的这个 隐风不懂得老师的意思 当下无言以对 隐风后来仍然回到 马祖坐下继续参学 一次出坡 他推着土车缓步前行 却见马祖大师 双脚横在路间闲坐 隐风对马祖大师说 请大师收足 大师云 腿已经伸出来了 就不会再缩回去 隐风对道 车子已经推过来 就不会再往后退 于是推车从马祖身上碾过 马祖的脚因此受伤 回到法堂后 马祖大师手指斧子 大声喝道 方才碾伤老僧脚的忍出来 隐风禅师应声而出 昂然从容引颈 让马祖大师看 大师见状 笑着默许禅师 放下斧子便下堂离去 邓颖风禅师也曾到池阳向南权大师参学 提举相应 为南权大师所肯定 有一回众僧为做听法 南权大师在法堂上指着静瓶说道 同瓶是静 瓶中有水 你们不得冻着同瓶这个静 替老僧把水拿来 邓颖风禅师听闻此语 二话不说便提起南权 将他抱过去 把头往铜瓶里塞 南权大师见状 于是作罢 正脱下来 转身回方杖时休息了 邓颖风禅师 虽往复诸方问道参禅 最后在马祖大师言下弃悟 因此法四归马祖坐下 当时 禅师曾到湖南为山禅师住西处 一进山门便直入僧堂 解放一波 在上板头从容自在地坐下 维山禅师听闻诗书到了 便搭一肃荣 剧足威仪前往僧堂探视禅师 邓颖风禅师一见维山来 立即倒头就睡 维山禅师只得暂回方杖时 颖风禅师却自行下山去了 一段时间后 维山禅师问诗者 诗书还在堂内吗 诗者回答 已经离去了 维山禅师问 诗书离开时 可曾开口留下什么话语吗 诗者回答 并无言语 维山禅师对着诗者说 你莫说他没有言语 这动静声响 帅兵违惧亡命 官军与贼兵交锋数回 仍未分出胜负 禅师心声怜悯地说 我应当为天下苍生剪除祸患 以免杀戮不断 于是将西帐抛制到空中 跨身到西帐上 在两军阵战之间飞身冉冉而过 两军将士仰观天际 同见此景 压抑不已 竟与他们之前的梦境相符 于是争斗之心顿兮 严甲西兵 战事终于停息下来 不久 官军战事告诫 平定了叛乱 邓尹丰禅师在公开的场合显露了神通 担心被人理解为有霍乱众生之嫌 于佛法不利 来到五台山之后 便决定在金刚窟前入灭 尹丰临终前问身边众人 自古以来 很多高僧大德都是在缠坐或躺着的状态下远迹 进入涅槃的 这些情况我们都听说过 也见过 不过 有没有人是站立着远迹 走向涅槃的呢 众中有人答 有听说过站立远迹的 禅师更问 有没有听过倒立化去的呢 众人答 这就完全没有听说过了 灯隐风禅师 于是就到立在地上入化而去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虽然身形倒立 身上衣服却是四平八稳 并没有跟着一起垂下 依旧亭亭然顺着身体方向 当时 大众意记着将禅师抬去土皮火化 禅师虽倒立却身形笔直 毅然不动 定立如山 任谁也搬移不动 无法抬举 一时事传远近 人人争相前来瞻仰 惊讶赞叹轰动不已 邓隐风禅师有魅出家为你 听闻此事登山而来 扶着他的手喝赤道 哥哥 你生前不寻世俗律法 到处闯祸 死后还要如此 更是迷惑世人 今日请看在我们骨肉兄妹的份上 恳请你随顺世俗正轨 说完用手轻轻一推 遗体方才扑得腹倒 邓隐风禅师临终前留下了一首句子 独闲秦子未君谈 松柏长青不怯寒 金矿相合性自别 任相君前是取看 任相君前是取看